浅眸落在那只开盖子的修长手指上 然后顺着手指慢慢往上 蓝西辰今天穿的是一件休闲的黑色大衣 高领 领子把脖子掩住了 下河线清晰而流畅 五官力挺 蓝西辰的五官很英挺 但气质偏柔和 所以给人一种容易亲近的儒雅感 与自己具人鱼千里之外的清冷气质截然不同 其实对方不说 蓝忘记也能猜到一些 自己是随母亲长大的 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确实姓蓝 唯一的可能就是 他留有余地 蓝西辰是不是就是那个余地 如果他是自己的哥哥 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可他又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他弟弟的 代言之前 那为何合作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自己 现在自己有难 他突然又冒出来 连蓝清衡这样平时见不着面低大人物 都屈尊将鬼亲自到开手所来 蓝忘记自认自己一个代言人没那么重要 除非他们之间还有别的关系 这些疑问自蓝家父子第一次到这里来 就一直在蓝忘记的脑海里萦绕着 忘记 蓝西辰把饭菜都拿出来摆好 装了饭 回头才发现对方一直盯着自己看 到底是心虚 心脏不免跳得快了些 还得尽量保持脸上的从容 蓝忘记被人打断思绪 收回的目光落在饭菜上 两菜一汤 还冒着烟 快吃吧 腰不凉了 蓝西辰递过来筷子 蓝忘记接过了 吃饭前他习惯先喝汤 鲜姑鸡汤 君类的淡淡清香扑鼻而来 蓝忘记端起汤碗送到嘴边 张嘴抿了一口 比以往略微咸重的味道传至味蕾 让他轻轻醋了眉 他捧着碗往前移了移 疑惑的目光落在飘着淡淡油光的棕碎液体上 怎么了吗 不 好喝 蓝西辰心里打着鼓 蓝忘记摇了摇头 不是不好喝 是味道不对 蓝总 您上我家去了 我姐她亲手交给你的 她的口味清淡 姐姐和庸人都是知道的 哦 那个 我没 是你姐她行动不便 她知道我今天过来 让司机送到看守所门口 我就拎进来了 蓝西辰舌头打结 差点圆不成 说谎这是她真不擅长 清浅的目光在人脸上似有若无省视了几秒 然后若无其事已开 蓝湛 这个汤没有味道不好喝 乖 不要吃这么咸的 对身体不好 不要 我就喜欢重口味 蓝忘记还记得那人说完后 自己捧着碗到厨房加了盐 此后 蓝忘记煮的饭菜都迎合她的口味 可是 怎么可能 她在英国 有了爱人和孩子 自己 再也不是她的执念和归宿 那个人曾经全心全意把心都掏了出来 她放下少爷架子 追求自己 为了自己 舍弃大别墅不住 跑到她那一世三居的小房子窝居 为了她 她和从小相互依靠的父亲闹翻了 她说 想和她安一个家 一个有她有孩子的家 属于他们的小家 为了她 她一直在努力 想更上街一些 她说 她也要努力读书 以后挣钱 一个家要共同努力 不能让爱的人一个人辛苦撑着 那个人还那么小 却什么都站在她的立场考虑了 可换来的是背叛和舍弃 那天 心爱的人亲自送她上车 连一句分手都没有 她该有多绝望呀 事已至此 她又怎么可能会为了自己 回国 多少的怨和恨 蓝旺基都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 是她的选择 怨不得别人 旺基 你没事吧 蓝西尘眼看着对方盯着一碗汤试了神 脸色也不对劲 眼底透着淡淡的哀伤之色 其实她也有过疑惑 弟弟和魏无羡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蓝旺基那天快年夜 她和魏无羡两人相立站着 四目一对 那时她光顾着惊讶了 现在回想 那样的眼神 不像是舅舅与外神的关系 倒更像是情侣 可是魏无羡结婚了 怀孕了 现在在问这些 没有意义 没事 蓝旺基低头 掩去自己的神色 像个木偶似的 夹菜 送进嘴里 机械的嚼着 蓝旺基尘看她情绪不对劲 便找了个借口走开 留下独处的空间给她 有晶莹的东西掉入饭里 又被她咽了下去 喉尖一片苦涩 英国机场 飞机降落时 已是深夜 国外人口少 显得机场冷清得很 为英国紧外套 一手推着一只箱子 朝出机口走去 回国匆匆忙忙 卫英只拿了几件换洗衣物 这一回笑 张妈给她买了一大堆的营养品 还有炖汤的药材 满满两大箱 其实这些网购很方便 只是她不舍得服了老人家的心意 离家后才愈发懂得 有亲人在身旁的幸福 卫英一味低头赶路 连有熟悉的身影 再朝她挥手都没看见 直到那一声线线传至耳边 她才恶然抬头 宽敞的街机大厅 撂撂几人 那人长得本就出众 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在一众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当中 也毫不逊色 卫英望着她 有些谎了神 难怪 连亲爸都觉得自己能得到男家俊一心一意的爱 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她确实有这个本钱 让普通人都自财行贿 可她未无限 偏偏对她入不了心 现现 卫英失神间 那人已走到了跟前 卫英微微抬头 望尽了那盈满观心的黑眸 开口时 声音还有些如在梦中的低呀 你怎么来了 卫英记得自己没有告诉她航班号 我打你电话没人接 便问了爸爸航班信息 哦 应该是手机关机了 卫英声音淡淡的 很长一段时间没见了 对方却没有一丝见到她的心系 男家俊黑眸闪过黯然 她早该知道 若不是自己那一句 带着若有若无威胁的话 她大概 还不会回来 她爱的人不在这里 自然心思也不在这边 先回去吧 男家俊伸手 结果她手上的箱子 卫英推脱了一下看人坚持 便也罢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男家俊放慢脚步 蹲在她右后方一步之遥的距离 卫英走得缓慢 时不时也会侧头用余光扫上一眼 男家俊当然不会自恋认为她是关注自己 她知道 微无限有话要问 只是 不好意思马上开口 她便也假装不知 男家俊没有自己开车来 叫了车 在机场外等着 上了车 封闭的空间让魏英欲发焦躁 她终是没忍住问出了奇魄想知道的事 家俊 你舅怎么说 我发现了车 我发现了车 她在车 她们在车 下车 下车